欢迎您收看全球夜线新闻 好我们今天在国际的大焦点就是英国王室在今天举行了菲利普亲王的葬礼 这菲利普亲王的灵柱呢是从温莎城堡的停灵处 由他设计的特质Land Rover坐车护送到了圣侨治礼拜堂来举行葬礼 菲利普亲王的灵柱上面覆盖着菲利普亲王的徽章 再放置亲王的海军军帽和佩剑 而维尔斯王子也就是安妮长公主还有安德罗王子安爱德华王子等 菲利普亲王和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四名子女 以及男性孙辈等人都跟在棺木后方一起移动 而送葬者没有依传统穿着的军礼服 根据报媒报道说 这是为了要避免哈利王子脱离王室之后 不能穿着军服的尴尬 伊丽莎白二世也搭乘了专车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 而队伍移动同时也释放了礼炮 教堂民中 宋葬队伍经过了教堂东侧门时 女王也先下车进入到了教堂来救助 好的 哈利王子我们刚刚提到了 在美国受访批评英国王室之后呢 首次返回到了英国跟家人碰面 但是该次访问严重地迫害他跟家人的关系 特别是损害跟兄长威廉王子的兄弟情 两兄弟在送行祖父时 其实并没有并排走在一起 中间还夹着安妮长公主的儿子 菲利普斯 而虽然传出这孙辈有不合的传闻 不过王室在稍早也po出了一张 菲利普亲王还有女王坐在沙发上面 由着七名的曾孙还有曾孙女来围绕 伊丽莎白二世抱着当时刚出生的路易王子 菲利普亲王则是用手臂来环抱英国长公主 安妮公主的长子 第二个女儿伊斯拉 两个人中间则是作者的路易王子的姐姐夏瑞蒂公主 而乔治王子则是站在女王的右手边 这张照片是在2018年由着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所拍摄的 整幅照片散发出了柔亮的色彩 也十分的温馨感人 而另外一张照片我们来看到是英国王室透过了推特 向世人公开了这一张 英国女王跟菲利普亲王珍贵的私人合照 来分享夫妻俩的甜蜜时光 不过呢就是因为之前不断地传出来说 菲利普亲王两个人他们虽然结婚74年不离不弃 但是女王曾经公开表示 有这位背后的男人让他才能够坚持下去 不过其实这么多年来 关于菲利普亲王的外遇消息其实也没有见顿过 甚至有八卦媒体指指他有30位情妇 还有24位的私生子 1947年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结为连礼 两人共谱74年的浪漫恋曲令人称献 但其实帅气又幽默的菲利普亲王始终都是非文制造机 根据英国太阳报引述一篇德国媒体的报道 菲利普亲王有多达30位情妇还有24名私生子女 连改编英国王室的影集王冠都不忘提及 菲利普亲王的风流史 更有长期报道王室新闻的主编处处爆料 菲利普亲王出轨多位知名女星 更在女王怀查尔斯王储八个多月时 还多次被拍到和这名长腿女星约会发展出不伦恋 菲利普亲王号女色早已不是新闻 2012年她对着这名25岁的红衣女员工开玩笑说 如果我拉了你的拉链可能会被逮捕 她也曾心取口快说出英国女人不会煮饭 还曾对一群在大陆的英国留学生说 你们在这里待久了就会变成蜜蜜眼 歧视意味浓厚 即便菲利普亲王却依旧是那个放弃 希腊王位继承权还有海军直言 专心成为女王背后最重要的男人 两人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世人眼中美满婚姻的代名词 记者最后报道 好大家都喊一声静哦静哦或是静啦静啦 陈台之少德还有今晚来点 也感谢何曼蒂你的donate说挺佩萱沙沙主播 还有咆哮愤怒袍鼠这个Limax 郭郭周小白PHL江西刚刚大家都说回来了 那刚刚我看到其实有人说 他其实没有那么想看这个英国女皇的新闻啊 好没关系我们带您要关心到原本 我们自己台湾自己内部的新闻了 也感谢小鱼他说呢难得看到我今天报气下 谢谢我们的贴心提醒 别不朋友要注意保暖哦 因为早晚确实是偏凉的 要特别注意了 好我们带您关系的是泰鲁阁的事故啊 检方一口气就起诉了七个人 但是呢他们都只依这个过失致死来起诉 其中有四个人都是涉及过失致死的 而检方就还原了事发经过 李亦祥还有阿豪他们轻率地用布袋 企图把这工程车给拉起来 就是酿成事故的主因 而事故的变道早就出过世了 台铁要求改善 但监造单位却置之不理 也被求刑四年 但是大家更想问的是 你一个这么便宜形式的人 今天酿成了49条人命 却只因为过失致死 最多就关个三年半就料事了吗 泰鲁阁号事故造成49名乘客罹难 随着检方起诉公布细节 真相逐渐明朗 事发当天上午 李亦祥在阿豪的工地丢放废轮胎 9点12分工程车过弯熄火 9点23分李亦祥叫阿豪把挖土机开来 最后他用布袋连接货车立柱和挖土机 之后自己操作挖土机开始拉扯 9点26分货车车头往左移动 随后翻落变道 9点27分29秒工程车画面装置在轨道上 一分钟后列车就撞上 它是一种用一种比较便宜 很便宜即是很轻率的方式 承重力不足所以它裂开 然后导致那个怪手的勾环脱落 施工当天不止李亦祥等两人 建造单位显然没有落实把关 而车辆滑落的弯道更是大有问题 这条便道它是一条很危险的便道 施工便道地滑路载 事故弯道超过120度 一般工程车根本不容易通过 1月23号一台黄色滚泥土浴办车 下坡卡在同个边坡熄火 一个月就发生了两次 台铁要求改善却时辰大海 传给这个监造人员 好那监造人员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没有相关的作为 明明提前预防危机 却没阻止 没设安全防护 让悲剧发生 为什么没拉手刹车 我有 检方起诉7人当中 李亦祥等4人涉及过失致死 但李亦祥叫检方求已最重刑度5年 监奏的李靖福张琦富财 因监督却放水遭求刑4年 而一共华文好遭求刑3年相对较轻 难道是因为他有出现在边坡市井 他当然有一些他自己的说法 是没有办法证实他有挥手的动作 陶毅移工跟李亦祥开工 却成了害死49条人命帮凶 而李亦祥一连串轻率的行为 造成无数家庭破碎 现在却紧一过失致死和赵陶来判定 尽管检方求主法定最高行度的7年 让罹难者家属怎么能接受 记者刘几娇 彭新美 花联报道 我们先要插播一下 感谢我们的免疫肥宅的斗内 说上一周听说我有慢性咽喉言 在去翻以前的影片 让他看完《山然泪下》 因为他觉得我有这种影集 他却不知道播报已经够累了 还硬要斗内叫你唱歌 好 这不算影集啦 这算是一个让人比较困扰的慢性病而已啦 那我们看到路过的欢迎您的加入 还有像是这个 丹亚刚刚说第一次点到我 哦 还有Anthony Lee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跟大家来玩说 你在哪边 几点了 但是呢Anthony Lee他说 巴黎岛报到了 好 很感谢你那边是好天气嘛 而且那边的这个非常的漂亮 好 看到一笔也加入了 然后曾小溪说呢 应该要求刑四十九年 才能够对得起这冷眼看到撞击之后 夺走了四十九命 而不应该用过失致死罪 就这样子草草了结了 确实我们要讨论到 这已经造成了四十九死 两百多人轻重伤的悲剧 花联地检署是以八项罪名 来起诉李逸祥 其中最重的肇事逃逸过失致死 最高行度就是我们刚讨论的 只有七年跟五年 没有被依杀人罪来起诉 不止外界现在认为是罪行过轻 家属也是既难过又无奈 而全程指挥侦办的 余秀端检察长 他更是率直地指出 当事人要负的责任 真的是太大了 而这法律又真的是太轻了 太陆阁出给意外酿权四十九死 起诉的隔天 罹难者家属在公寄中仍然面对的是 失去亲人的伤痛 对于癥结终结显得低调而无奈 本来就是无奈的事情 尽量大家把它判断一点 我们百姓只能看着办吧 理想违规虚弓 轻率刑事 造成重大死伤 背上八条罪名 包含过失致死 肇事逃逸 公共危险 未造文书 过失毁损轨道罪 违反政府采购法 商业会计法 和税捐 急针法 其中过失致死 肇事逃逸 遭监方求处罪重刑期 但两者最高刑期 相加也才十二年 对于四十九条人命 似乎真的太轻微 不止外界质疑 罪责不符合社会期待 就连指挥侦办出轨案的 检察长余秀端 都坦言法律太轻了 当事人要负的责任 真的是太大了 法律真的是太轻了 相比杀人 罪是十年以上刑期 最重当死刑 泰鲁格号 事故伤亡惨重 刑度却落差 关键在于 没有证据证明 有杀人翻译 杀人他还是必须要 有一个犯益 明明知道 我这样子做 会导致这个结果 就是要让这件事情发生 这个叫直接故意 没有办法证明 李逸祥故意 让工程车滚落边坡 无法以杀人罪起诉 但李逸祥的一时间 没有打电话报案 也没有请专业人员 协助货车脱困 所以又更没有通报 自首过错 也被用肇事 逃逸起诉 最佳一德 很合起来能够判夺众 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事 当然一定会不符合 大众人的期待 只是死伤惨重 行动却有明显落差 该怎么为死伤者 逃回公道 司法正义似乎还很遥远 接着张妹子黄天耀采访都 在我们完成下一段 社会新闻之前 还是要先感谢一下 我们的网友斗内 感谢胖子祥的斗内 说莎莎晚安 就是要请莎莎 也感谢我们的佳妍杨 她说莎莎美女主播加油 另外我们看到金群 她也说我来了 我来了 还有杨硕说 亲爱的你还在 这个杨佳妍 她刚刚也有跟我们 打声招呼 还有王秀莲 还有这个奶瓶就说 这是49条人命 这蔡政府 无能 无作为 让大家都觉得 很失望吗 另外我们的Burt 郭她就说 不要吵我听到了 是不是要讲 我们的蔡总统 又听到了 听到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 没有作为呢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 另外一起社会新闻 在台南的仁德石谷文化村旁边 是7号晚间 经传了一起乱刀砍人案 被害人刘姓 还有林姓男子 是遭十多人 当街蓝车持刀砍伤 包含了头部手脚 都有刀伤 索性送医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这警方就怀疑是 讨债引发了纠纷 正在锁定车牌 追捕肇事车辆 被砍的刘姓男子 躺在路边 一动也不动 等待救援 另外一名林姓男子 同样被砍伤倒地 救护人员紧急将他 抬上担架送医 两个人疑似因为财务纠纷 才被人砍伤 事发现场血迹斑斑 警方拉起封锁线财政 事情发生在 17号下午5点多 台南仁德虎山桥附近 石谷文化村旁 两派人马相约谈判 被害一方只有两个人 砍人的却有三部车 大约十多人 一下车就持刀追砍 刘姓男子骑机车闪躲 林姓男子则是开车 在后方保护 但还是被对方拦下 双双被砍 索性没有 生命违宪 警方锁定犯案三辆汽车追查 初步掌握犯案动机 疑似是一起讨债纠纷 被害两人刚在高雄 向某人讨百万赌债 尚未得手 返程途中就被拦车行凶 三辆犯案汽车都来自高雄 但全案还是要等 逮到犯案凶弦过后 才能进一步离情案情 记者吴俊远辰进行台北 而这个画面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惊悚 它发生在高雄市的甲仙区 郑威宫 在17号举办了庙会活动 进行过火仪式时发生了意外 多达24人烧烫伤送医 疑似是因为这过火的温度 没有控制好才会酿成意外 现场抬轿人员摔倒 这火道也起火燃烧 场面一度很混乱 所幸伤患大多是脚底的烧烫伤 没有生命危险 庙会活动过火仪式登场 庙方人员一个个踩过火道 不料过程当中却发生意外 前方抬神轿的人员突然往前摔 后方抬轿的人也跟着跌倒 紧接着火道就起火 24个人因此烧烫伤 事情就发生在17号下午5点21分 高雄假仙的正微攻 疑似过火温度没有控制好 那样意外 换个角度画面看得更清楚 庙方人员摔在火道上 尽管所有人快速爬起来往前 但还是造成多数人脚底烫伤 紧急由救护车送医治疗 受伤的庙方人员分别被送往 义大和骑山医院 可以看到伤患大多是包扎脚底板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分别为有1%至3%脚底板不等程度的灼伤 另外有关于灼伤的原因 目前交友相关单位客战调查中 公庙过火仪式虽说是民间传统习俗 行之有年 但一个不注意还是要小心会有危险性 记者吴志愿成进高雄采访报导 好 现在我们来跟大家来看看 大甲妈祖最新画面之前 也要先跟网友打声招呼 这个T.I.J.他说会守住我们到12点 还有Joseph张也跟我打声招呼了 杨澄又也是 然后这个张小杰 我看到你了 春花林你都看到了 还有也是莎莎 然后张龙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郑Cynthia 都是老朋友在里面跟我们互动 还有我要特别感谢小朋友的donate 这个张Hunter说真相只在中天 中天要加油 看到了十一组百合花 好 我们继续来聊聊看下面这些新闻了 大甲正兰公妈祖回轮台中 刚刚最新消息 我们那个傅恐公我们解释一下 已经离开清水了 继续往大甲的方向来前进 而今天适逢是假日 许多参拜妈祖的信徒 追着轮教前行 马路是挤着水泄不通 热情民众分送美食口罩 这大甲妈美食摊在线了 钢管辣妹热舞气氛 这大甲正兰公 我们下来看一下白沙屯妈 白沙屯妈进香也发生了爆笑的插曲 我今天在傍晚播这个新闻的时候 好多人在聊天室跟我们说好喜欢看这些新闻 就是太爆笑了 在联教要进入到了云林北港朝天宫时 总统参议文先到一步 而妙峰四义当然就用麦克风大喊说 总统好 结果超过十万名的信众是根本没在理 硬是跟着四义唱反调 让人哭笑不得 而进香走到第六天了 白沙屯妈急速北返 128公里的距离 预计要在40个小时要走完 信众都是小跑步在跟的 几乎多快飞起来 跟不上的也只能被海放 徒步近乡的第六天 信徒绞成很快 跟着白沙屯妈的粉红超跑不停前进 大家走到筋疲力尽 纷纷往医护站报道 26号深夜 从云林北港朝天宫起驾 一路向北 隔天上午接近11点 停驾彰化王宫府海宫 休息两个小时后继续 预计在19号下午2点45分 回到苗栗拱天宫 总长128公里 耗费近40个小时 很快啊 一个一小时平均 大概5公里的速度 然后连续30几个小时 行程实在太紧凑 信众几乎是用小跑步在跟 走到快飞起来 跟不上的只能被海放 湿疹然后起水泡 我们就会先提早走 尽量走在前面 妈祖没有在休息 但半路上有信徒捧着亲人的义务 下跪其愿 轮轎还是会停下来 给予安慰 让人动容 另外轮轎在进入北港朝天宫时 也发生爆笑插曲 这什么状况啊 总统比妈祖早到 十万信众完全没在里 硬是个谬方唱反调 总统好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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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回头向信众打岔 仍然被十万声浪强压 最后直接放弃人声 大家笑成一片 网友说这应该是八天七夜 进香中最好笑的片段了 也让人感受 妈祖受欢迎的程度 连总统也敢拜下风 记者张化云林综合报导 好 听不到总统好 只听到敬哦 敬哦 好啦 我们继续来看看呢 现在为什么常常会讲说 我们的蔡政府 开始让大家越来越受不了 越来越不想理了呢 因为大家可能都跟我们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提出一样的疑问 就是奇怪了 以前只要涨健保费了 或者是有什么样相关的议题 部长 署长都要被轰要下台了 而为何陈时中涨了健保费却没事 真的是好羡慕啊 所以我们的柯市长 帮大家问了同样的问题 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 为什么看到虽然疫苗施打政策 让卫福部长陈时中饱受抨击 但总是没事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夫人陈佩奇 她好像有一个妙姐 她说呢 是不是转移焦点了 而她又再度杠上了 卫福部长陈时中 她也质疑说 打疫苗何时能够自由选择疫苗 陈时中也都无法完全掌握 用挤牙膏般的施打政策 也让专家怒批陈时中 你防疫下半场 还真的是打得一塌糊涂 刀货的两批AZ疫苗 施打率不如预期 即便县市首长带头施打人 不见起色 眼看疫苗即将到期 前途多喘 报废是必然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夫人 陈佩奇更在脸书质疑 打疫苗不能自选品牌 除非已无从选择了 才会乖乖打AZ 只是下一批来的是莫德纳 还是依旧有疑虑的AZ 陈时中也无法完全掌握 台湾的防疫下半场 那以自己主管机关的观点为主 来去出发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打得一塌糊涂 疫苗施打政策 各方炮火四射 陈时中低调已对 国内当然有各种 不同的批评的声音 那有具体的建议 我们都虚心已较 而陈佩奇火力全开 再杠陈时中 他透露老公柯文哲曾问他 奇怪了 以前涨健保费时 一定有署长或部长被逼下台 为什么陈时中涨健保费都没事 好羡慕啊 陈佩奇回说 别羡慕了 他涨多少保费 买什么疫苗给我们打 坚持进口莱猪给我们吃 只要没人讨论 呵呵 对他们一点压力也没有 酸度破表 投资健保 也就是投资健康 也谢谢我们全体国民 大家的合作 对于健保的支持 涨健保民间反弹 防疫从超前部署 到疫苗掌握一塌糊涂 医见也看不下去 就连台铁事故 善款分配也遭质疑 政府求援兼裁判 身为卫福部长 陈时中肯定一个头两个大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我们的胖子翔的斗内 而另外刚刚是不是有一个 叫吴家居要我cue他 cue他了 然后这个何敬辉说 进哦进哦 老鼠林也说太好笑了 Baby Green也说进哦 对我们现在就要说 现在是不是有这个 绿色的党政在首 或者是我们只要跟民进党 跟蔡政府站在一起 我们就进哦了呢 来AZ疫苗的奇效 大家还是想知道吗 因为奇效在即 但是打气很低迷 面临了报废危机 根据了新疫苗的 接种数据表单 赫然发现 最不想打的是谁呢 竟然是这第二类的 中央级地方防疫官员 符合资格的 其实有八万多人 但是到了今天 只有八百五十二人打疫苗 只有百分之一点零六 而民众质疑连官员 你们都不想打的疫苗 为何还要人民 我们要自己掏钱自费来施打呢 专家也呼吁 应该要快点调整次序 让想打的人免费 优先接种 AZ疫苗开打三个多星期 指挥中心不断向下 开放试打顺势 想救低迷试打率 17号公布最新数据 4月16号单天 新增人数 好不容易破2000 但累计试打 也只有三万多人 前面优先试打人员 到底打了多少 一查 吓一跳 真的低到不行 第一类 一十人员 只有三万零 五百零六人 试打 试打率 大概百分之六点二五 第二类 中央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有八万多人 只有八百五十二人试打 试打率只有百分之一点零六 那个人民会觉得说 你政府都不敢打人 那为什么我要 额外再花钱去打这个疫苗 他要到了 那我觉得就是 倒是可以开放 就是让民众就是 自愿性的觉得 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好像民众就不需要再 一定要支付那样 他们自己都不想打 那你还要 不许民众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要收费这件事情 我觉得听起来 好像有点怪怪的 本来今天有会议症的 孤立不打 然后又要付钱的话 可能大家也会 可能会更加的就是 可能更没有愿意 原本大官带头 想为名表善 但怎么打了半天 防疫官员只有百分之一点 多的施打率 难道他们信心也不足 那如果这一款疫苗 他觉得不适合 那就等下一款的疫苗 反正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果可以选厂牌 当然合必急 但AZ疫苗 奇效在急 报废为急救的眼前 指挥中心手握十万疫苗 最高不到一成的施打率 一点都不着急吗 都在评估当中 有关这个第四类部分 是在下礼拜三开了 那这个部分就是 看这个后续施打的情形 立委痛批疫苗政策 缓不济及 如果的去做放宽 那把疫苗当作是一个非常这个宝贝 那不肯让某一些真的更需要的人来施打 甚至于现在我们所提出的全民施打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错误的 疫苗都打不完了 还舍不得给老百姓打 想打的人还用自费 这绝对增加不了打气的了 应该要大量开放接种 简化程序 免去费用 官员不想打的疫苗 还有民众掏钱打 瞻前顾后的疫苗施打政策 招致各方的质疑与批评 记者杨氏许桃家人 台北报道 在这里 不看容貌 不分体重 没有年龄 那我们分享给你 自信做自己的索密诀 让自己和家人 更健康的一切方法 星球主张若鱼 王一安 邀请您登陆 姐的星球 请到姐的星球 专属YouTube频道 FB粉专 IG 订阅 按赞 追踪 和分享 一次带好三道登陆手续 成为星球上最幸运的居民 星球主张若鱼 王一安 在姐的星球 等你哦 大家都很想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的水库 才可以解解渴呢 很多人最爱期盼 这颗疏利机了 它持续增强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它已经转为是强烈台风了 而路径 虽然是稍微往西 熟了一点点 但整体方向 还是向北前进 再向东北转 来远离台湾 但对于疏解 台湾的旱象 是帮助不大的 其实只能对于 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带来稍微的水气 这甚至还不是 外围还流 只有外围的水气 可以为东半部地区 带来降雨 中南部地区顶多就是午后雷震雨 而且是落在山区 气象专家也透露了 这雨一直下不来的关键 就是在于反圣阴现象的雨威 使得台湾的春雨是相对偏少的 而他们认为说 恐怕要等到五月下旬 到六月初没雨季 才渴望稍稍解渴 本该是满满的水位 直直探底 水库底部露出一大片黄土 水情吃紧 政府节水力道加大 尽管今年第二号台风疏力机 有机会增强为强台 路径也持续往西修 但对疏解台湾的汗象 仍帮助不大 在飞兵东方近海 就北转的机率比较大 除非真的有很大幅度的往西修了 降雨的话 目前还是以东半部地区为主 过去只有一个清台的四月台 但对桃园以南 带来的雨量并不多 即使历史重演 还是难解干旱 而即将专家也分析 雨下不来的关键 从东亚附近低空气流途 可以看到菲律宾至南海 台湾都在异常的 气旋式环流影响下 明显的降雨区也在这 但台湾福建广东一带 都是异常偏少雨的区域 这样的形态 反映了反声音现象的余威 使得台湾春雨相对偏少 PTO它在副相位的时候 再加上反声音 两个强强联手 就容易造成 更容易造成 我们台湾这边的 春雨异常的偏少 气象专家更直言 今年梅雨迟到的几率高 一直要等到五月底至六月初 才有望稍稍解渴 而随着东北季风增强 大陆沙尘暴也将往南移 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 落在周日清晨 午后才会缓解 空瓶拉紧报 外出记得戴上口罩 记者陈基安林佩杰 台北参访报道 节约用水是现阶段 我们自己自发性 能够做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全民抗旱的时期了 而高雄市就临时宣布 临时宣布 从17号开始 这公司里的游泳池 还有洗车业 是全面停止供水的 但实际来到了游泳池 还有洗车场 你却发现到 根本就还有水还在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针对要停水 业者居然是一问三不知 因为根本就没有收到停水通知 这政策不明 还有资讯当中存在着极大的落差 让民众抱怨恋恋 很想洒出水柱小心洗车 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在说好的17号要停水 怎么还有水可以洗 新闻有啊 说好的17号停水 怎么没照做 高雄市府17号临时宣布 两大场所包含游泳池 洗车场全面停水 实际上却做半套 业者更傻眼 因为根本没有收到通知 完全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或者是告知 你现在说一滴水都不给我们 那配套要先做出来吗 你什么都没有 你不觉得他在做戏吗 要停水却没有告知 业者痛批高雄市府 根本是欺负市境小民 但应该停水的不值游洗车场 游泳池SPA区通通挤满人 金粮又消暑 游泳池骤常供水 询问业者竟然是看新闻才知道 先看到媒体上面的报道 我们才知道这个讯息的 到底是柔性劝导还是强制结水 自来水公司解释 17号下午做出公告 下周一会陆续通知业者 预计在23号礼拜五之前 会完全断水完毕 他还有一点一些是民生用水 就是我们一定要每一户去做一个确认 高雄临时喊停水 市府却连最基本的告知都没有做 也没有任何配套措施 新市泳池还能撑一个月 但就是泳池只要断水 恐怕就得面临闭管命运 记者登明 马家瑜高雄报道 我们的网友彭博 他刚刚说四五月要靠的是智流风 智流风就是这个冷暖风交汇的地方 会智流风面就是我们所谓的梅雨 他说不期待台风 但是呢其实我们刚刚在进上一则新闻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的导播 还有我们的夜线制作人在聊天 我们就说有没有发现到在去年 真的是雨少得可怜 还有包含了冬天的时候也是梅雨 也没有所谓的梅雨 去年大家也都知道根本没有台风 当时有好多的网军 还会带很多的气氛说 原来是我们的小英总统太厉害了 护国神鹰吗 我不知道让台风都不用过来 而现在开始我们正在尝到的是 没有台风的苦果 好 我们今天监督的力量带您要持续关心了 你知不知道其实撒哈拉沙漠 它建盖了太阳能板 却造成了南美的雨林竟然消失了吗 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 这气候变迁正在加速影响你我的生活 包含了我们的李红元李部长曾经说过 我们的这个干旱的线好像越来越往上了 而当台湾面临了56年的大旱缺水限水之后 可能是不是要面临的是缺电吗 而政府他用能源小教室的脸书做梗图 几乎是妖魔化了核电 遭这清大教授打脸你散步了 错误的讯息 监督的力量带您来直击全台首座的核反应器 其实就放在清大的校园里 若再缺水可能连带影响发电 两%变一%就少了一半 那为什么少一半呢 就是因为去年的水景不佳 所以灌场水利发电 就是那个水放流发电的那种发电量 就整个减少 为什么再生能源在去年反而比前年还低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缺水 但是今年已经开始不行 连日月潭那个实体都已经 很大片的实体都已经漏出来了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抽续水利发电 日月潭不但首次变成大草原 还变成干涸的大地 好渴啊 有的县市已经轮流县水 真的不想又面临缺点 非核家园的目标很理想 但配套呢 蔡总统的能源小教室FB 洗脑式的梗涂加口号 被专家形容为 在妖魔化核能狠狠打脸 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内容 错误还蛮多的 例如蔡总统说 核四是危险拼装车 耐震标准落后不应该重启 是这样吗 我们的耐震系数非常高 我们核利液潮的耐震系数 现在是到0.66G 我现在用核四 因为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核四 他用来恐吓民众的也是说 核电厂会发生核战 他发生核战 他怎么不去讲核一二三 核一二三现在是运转中电厂 你知道一般建筑物的耐震系数多少 0.33G 只有一半而已 那还是在甲区的 甲区就是 遗震长度可能会高一点 我们另外台湾有分一个乙区 乙区的抗震系数只有0.23G 我的核电厂是0.66G 然后你跟我说要担心因为地震 把核电厂振款 我说如果你在北部地区发生 可以把核电厂振款的地震 那你在整个新北台北的高楼大厦 全部都倒光 我不是恐吓是真的全部都倒光 才有可能影响到核电厂 但关键是地震根本不是重点 因为丧失电源造成无法做如新的冷却 这才是重点 你刚刚讲说它是0.66G 你101大楼奖 0.33啊 0.33 对啊 所以那么不用担心啊 清大有集合国内最专业的核电及能源专家 很多校友也在国外电厂服务 这个是我们运克中心的水质式反应器 校园里有国内首座核反应器带你直击 从民国48年建盖至今 依旧维护得很好工研究用 会担心我们身上沾染辐射吗 马上穿戴检测器 那这是我们进去之前 那等一下进去完之后能来 那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数字是不是有变化 应该会有变化 所以这个叫什么 个人显示型计量计 它是这个累积辐射计量 进入如同核电厂的核心区 池水周围是水泥屏蔽墙 过滤水都是冷却剂 也阻缺了辐射 因为又燃料棒在33英尺深水池底 透出微亮蓝光就是 叶教授说福岛核灾 因为海啸淹进了电厂 我们的核电厂安全系数 可比日本高很多 关键是地震根本不是重点 因为丧失电源造成 无法做如新的冷却 这才是重点 我们的紧急用发电机 是在高层 我们不像日本一样 把它放到地上室去 第二个 我们就算丧失所有外电 外部的电源 我们核电厂因为做过安全强化 所以我们有移动式的发电车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深水池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池子 是在附近的山坡上 这个也是日本的用的 然后有人就会故意来挑战 说原来你的深水池 到时候地震也把你震破了 没有水可以用 那就说 那我隔壁就是海岸线 我不是有那些机动装置吗 我就直接抽海水来做冷却 最后什么问题 女川电厂跟福岛二厂都没事 她是因为海选没有到关系 不是 因为他们的紧急用发电机 都还继续工作 你们进去了一圈21分钟 然后0.05为熄火 基本上你们走一圈 就跟你们在外面 其实是一样的计量 没有额外增加 核能若能研绎 缺电就不会发生 但政府急着疯狂盖起太阳能板 牺牲一个比一个 面积还大的土地 恐怕造成瓶颈化和沙漠化 以沙哈沙漠过去都想 它只要整个面积盖起来 包含了全世界的电力都够了 就发现了一件事 沙哈沙漠只要盖到 超过50%的时候 平均温度会上升到0.39度 那个区域温度上升 它就会足以影响到 这个南北极的冰箫笼 平均温度会再上升 那因为它的区域分配的是不均的 所以它会造成这个南大西洋 其实海面的湿度会变得比较干燥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就影响到中南美洲 所以说中南美洲的这个热带雨林 将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太阳能板 在沙漠盖的量太大之后 它就会消失 太阳汇的问题就是 你的全球暖化 这个极端的天气事件就回不去了 我们发现左营高铁旁的一个国小 盖起了太阳能板 好 现在正是正中午 我们在高雄左营旁边的一个国小 你看它国小的外面就已经架设了 这个鞋位置的太阳能板 面积算不大 但是它架设的位置就是非常的奇怪 你看全部都被树荫遮住 听说是从早上到现在正中午都是遮住了 请问这样子会有太阳光电的效能吗 里面的这个边数其实就在它的正南棒 所以说这样的情境下的设置是不对的 可是因为政策的压迫和反核团体的要求 它就会变成不当的设置 这是浪费我们所有的环境资源 也浪费了这个相关的工台 手持热感应器 温度最高由50.4度C呈现红色区块 我们又用了大量的这个太阳能板 吸热 好 让焦躯的温度 从文献上显示 它就可以增温到3.5度 对 热导效应 那一个围气候就变化了 欧洲有7国元首包括捷克 法国 匈牙利 波兰等 在3月19号签索了一份诉求把核能列于气候碳中和政策的路径之一 连本来反核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在内 国际能源总署他们现在有评估了一个情境 叫做2050碳中和 2050碳中和的意思就是说 到了2050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排碳跟减碳要达成平衡 在英文以后在讲我们要净零排碳了 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请问你要怎么做到 你现在以后是80%的火力发电 对啊 然后你要怎么样跟人家喊静零排碳 就根本胡扯 蔡总统 别加速了绿电 而灭了我们生存的环境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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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这里 监督的力量报到哪里找呢 你只要在YouTube或者是Google 中天电视或中天新闻 在上面有一个首页影片 播放清单社群等等 在播放清单的下面往下滑 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新节目 你只要找到监督的力量 点进去就是我们的深入追踪报道 在每一整影片里面 看完广告 看完影片 留言按赞加分享 这是对监督的力量最重要的支持 而且你还可以实质帮助中天 就是成为中天电视或中天新闻的付费会员 每个月小额扣款 就可以实质积极地帮助中天新闻走下去 巴族保佑我们平安 睡神保护我们安全 中天电视温馨提醒您 台湾有好多聪明的发明 而这些产品正在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你还没去上进度吗 还是你没有时间去挑货呢 没有关系 冬天直播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五下午四点到五点 卷卷头挑货 全球知名威士忌品牌力挺音乐时尚 宣布赞助蔡依林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厂 在台北新艺区限时打造了三天的快闪电 而里面的设计元素也很吸睛 使用了荧光绿和雪莉桃红的搭配 而现场购买着雪莉炸弹怪美限定版 就可以抽蔡依林演唱会的门票 拍照打卡还可以试喝时下最潮的 雪莉炸弹怪美特条 让现场民众拥有不同的威士忌体验 新北市土城有一家知名的鹅肉城 外面发生了砍人事件 四人受伤送医 疑似是两派人马谈判破裂而大打出手 更不了了解这以22岁 还有27岁的成性男子为首的一方 前晚在这卡拉OK喝酒的时候 跟34岁的成性男子为首的另一方人马 因为喝醉酒发生了纠纷 双方相约在周六谈判 没想到又起口角 陈南一方就持刀攻击 造成对方四人背头部手部刀伤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已经逮捕了六个人 全案训后也将一杀人未遂移送法办 正南投于池尖山大火狂烧了五天 中间还有哨员尸身是一度撤离的 而最后终于在16号傍晚 领馆处第一次使用了秘密武器灭火弹 成功扑灭了火势 领馆处的统计这一次森林大火 一共出动了346个人力 直升机132架次 使用了264吨的水花费高达600万 而且还有部分的水源是来自于日月潭 预备 放 消防员拿起红色球体塞进树干后 拔腿狂奔 碰了一声大量烟尘四散 终结雨池尖山的森林大火 这就是南投领馆处最新的秘密武器 灭火弹 他就是利用干粉的这个原理 把阻绝这个热源 然后达到一些灭火的效果 12号下午南投雨池国中旁发生森林火灾 天干雾灶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一度逼近雨池国中不到100公尺距离 消防紧急停课 消防队也进入学校戒备 火警延烧面积12.76公顶 出动陆军空军仅易销346人 布置防火线1997公尺 还有直升机132架次 使用了264吨的水 花费高达600万 其中部分水源来自日月潭 日管出发线上午水位一度下降到732公尺 虽然多用于发电跟大火没有直接关系 但会是情况局部关闭游客中心的公厕 也不排除关闭另外两个码头 记者昨天想和想不理云杰南投报道 在讲政治之前我们要先感谢我们的网友斗内 刚刚看到陈仲明在我们的监督力量的时间斗内 感谢您 而另外我们有看到这个林卫华 他说报新闻是赞 彭文正上法院的时候 莎莎全程直播 就是昨天嘛 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而另外我们也看到林牙公 也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还有余浩君都是老朋友了 I need hero 我看到你 Kevin Wu 好 这个刚忙完家事的Alex Tan 辛苦咯 他说好累好累 好 我们聊政治吧 口一哥要回台参选了吗 他是我驻美代表处政治组长赵宜祥 外传他已经请辞了 而他为什么要请辞呢 他要回到台湾 要来建制2022的北市议员选举啊 但是两年前他是空降的 两年后说走就走 网友就狂酸 你过水一下就闪了 连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怒劈 对其他认真的外交官实在太不公平了 而兰茵也分析 这口一哥回台参选 是蔡总统要培养自己的人马 又要对决着苏系还有新系的新苏联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通通都是政治算计啊 Now let us welcome the joint military march 口一哥赵宜祥 两年前以31岁年纪一步登天 外派美国当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的组长 九支等的他空降十二支等高位 如今说走就走 传出他已经请辞 准备回台投入明年的北市议员选战 面对传闻赵宜祥在脸书发文 坦言未来希望能透过其他方式参与政治 尽管暂时没确定返台时间 但两年前空降 两年后说走就走 要其他认真的外交官 情何以堪 网友狂酸 因为回来才有升官的机会 驻外都是洗精力的 过水过一下就闪了 怒批仇雍就仇雍 还占外交特考之缺 根据了解赵宜祥将披英系战袍 出征北市中正和万华选区 蓝营爆料是为了对决赖清德 和苏贞昌的新苏联派系 新苏联新系跟苏信的权力版图 是比较大的 那蔡英文的人马 其实相对是比较小 是不是希望透过口译歌的参选呢 去替英系 可以保持一席的席位 蓝营不见很酸 一个口译歌 让外界看清 民进党眼里没有国家大忌 只有自己的政治布局 记者陈诗恋成经理台北 赞博报导 好 我们跟网友打声招呼 今晚来点 跟我们说声嗨 然后许顺辉 Kevin吴 还有罗生阳 还有像是 这个陈咪咪猫 都是我们常见的小白Google 也要我来点他点他 六十五零都看到你了 还有林中天飘过花香的蕾蕾 还有黄肃清 说主播佩萱你好强 感谢你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你们喜欢听我们聊政治 而另外国际新闻 也是中天非常大的一个强项 好 美国总统拜登 跟日本首相菅义伟 16号在白宫进行了 两国的领袖峰会 会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 还特别名文提到台湾 强调台湾海峡 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这是1969年以来 美日联合声明 首次提到台湾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带着日本首相菅义伟参观白宫 作为拜登上任以来 第一位踏进白宫的外国领导人 本次对受瞩目的就是美日峰会 双方在峰会上谈到疫情 气候变迁 同意在5G 半导体AI方面进行合作 此外拜登也向菅义伟重申 美日安保条约有涵盖钓鱼台列宇 凸显美国力挺日本的态度 会后两国元首同皇记者会 一致把炮口对向大陆 两人都坚决反对 以武力或胁迫手段 改变东海和南海线状的任何企图 本次会后联合声明 也是美日自1969年以来 首次提到台湾 不过对于细节谈什么 因为涉及外交往来问题 菅义伟不愿意多谈 事实上在美日峰会举行前 就有美方官员透露 内容会触及台海议题 再次挑起大陆敏感神经 两国勾连对华消极动向 向美国和日本表达了严重关切 赵立坚更放话 美日不得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如今美日声明 52年来首度提及台海稳定 见识大陆意味明显 记者叶利伟综合报道 Henry说他说进来进来 跟我们大陈打人招呼了 发现到大家已经快要睡觉了 没关系我们看完还剩一点点时间 我们继续陪我们一起到12点 美国最后拜登上任的首次 跟外国领袖面对面的峰会 就给了日本首相菅义伟 拜登还亲切地用菅义伟的 名字当中的意来称呼对方 在只带双方传译的 一对一会谈时间 两个人是相谈甚欢的 连美方准备的午餐汉堡 都没时间吃呢 作为拜登上任后 首位迎接的外国领袖 菅义伟一举一动都必受关注 拜登亲切地叫菅义伟Yoshi阿易 菅义伟也直呼拜登的名字乔 在短暂只带双方传译的 一对一会谈期间 两个人相谈甚欢 也谈到了拜登2011年担任副总统时 曾经前往日本三一大地震 筛区访问的往事 聊到连美方准备的汉堡 都没有时间吃 结束联合记者会离开会场时 还相互的拍肩 看似向外界展示 彼此建立的亲近关系 但看看这一次菅义伟到访 是由副总统贺吉利接待参观白宫 而不是像过去川普全程 迎接安倍晋三般的热络 根据日媒报道 菅义伟这一次戴了江户茄子 已经印有美日国旗的口罩 当伴手礼 江户茄子是颜色纯正花纹 精细的水晶玻璃器皿 由专业的工匠在双层玻璃表面 进行纯手工雕刻 是由江户时期流传下来的 公益文化 79岁的拜登和72岁的菅义伟 拥有许多共同点 除了高龄 两个都当过最高领导人的左右手 属于实干型的领导者 也喜欢运动爱吃甜食 如今美日领袖热络盟 也牵动了印太战略新的布局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的潘建传网友他说加油 而另外这翻滚咖啡箱的萝卜头 说最后十分钟了就要下班了 今天辛苦了也要早点休息 感谢你们 那另外呢 免疫肥宅说下一个天亮 就是明天你还有上班吗 哇免疫肥宅 你这个问题问得相当的专业 我明天还真的有上班 所以明天早上又要跟大家见面咯 好感谢张月琳也说要陪我下播 这个愤怒跑鼠说 美薛很辛苦 公沙会继续支持你的 然后这个郑重又非常的专业 也说等等会有保主的重播 好非常感谢大家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 我们的夜线国际观 要继续整理我们的国际新闻 另外讲到日本 让大家最近非常气愤的 当然就是这个福岛核废水 将被排放进入海里 这联合国的人权专家 发表了共同的声明 警告了上百万吨的核污水 如果排入海中的话 将影响环境和人类 请注意超过一百年 各国下也严正的抗议 大陆外交部甚至还和日本的副首相 再度隔海互抢 各国强烈谴责日本排放 福岛核废水入海 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联合声明 对日本政府的决定深表遗憾 并表示上百万吨的核污水排入海中 恐怕对人类和环境影响超过一百年 大陆外交部则炮火猛攻 批太平洋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 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日本声称核废水经过处理 符合国际标准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再度开枪 经处理的净化水 又何必建造储存罐 严密封装 赵立坚批日本心虚 如果真像麻省太郎所说的 喝了没事 那就请他先喝喝看 日方单方面得出的标准 得到哪个第三方机构 客观独立的验证 根据原能会曝光的最新评估报告指出 日本如果排放福岛核污水 我国海域会因黑潮与北太平洋流循环 被从日本区域带回的污染物影响 冲击近海与远洋渔业 海洋无边无界影响所及难以估算 记者综合报道 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的频道 您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频道了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要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 全球大视野的频道咯 看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是戴力钢 今天开始天气齐了 日夜温差很明显 礼拜五开始 中午就是偏暖的天气了 我们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外岛地区温度 依然比较偏冷 一个气象的成功 不是靠我一个气象出播 戴力钢 每天在中天为你说天气 好我们感谢我们的网友胖子祥的抖内说 感谢莎莎的陪伴准备洗灯睡觉了 而另外大家都在讨论我是不是明天要播早上呢 没有这么惨 没有这么惨 我明天是正常班了 正常班 好另外这个吴家居说 我的牙齿真的很白 OK好 那我们应该正常上班 但是呢 明天早上大家再见 但是等一下大家要一起洗灯睡觉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 超级门锁没有防盗 但是孩子却把自己给反锁在家中 新北市消防日前接获了报案 一名女童遭反锁在家里面 到了现场才知道 原来因为外傭独自出门了 而女童把门反锁 加上大门防盗系数高 安装了天地锁 屋主外傭和主委口气好机 大阵上招来消防队 就是因为 打不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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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岁女童把自己反锁在家 就连锁这样都没法到 消防队眼看得破门 赶紧温柔安抚女童情绪 妹妹 后面 叔叔一定要帮你开门 你去坐好 你去坐好 门来打算要用破坏工具 破门进入就好 但女童在门口下的哇哇大哭 完全不听指令 赶紧出动沙轮切割机 你们这个是缺地锁 总共一二三四五 你这个手就五个 所以我们现在会把它弄开来 在搜救队的努力 终于把女童给救了出来 哎呦 没事 反锁救同发生在新北市三重移动社区里 原来当天外优和一岁女童在家 但外优出门一下子 反家却发现门打不开了 然后手叫我回复 他们说我这个门它没有办法开 有联络爸爸妈妈同意我们用任何的破坏形式去破坏 由于他家的门是天地锁 大门又遭反锁 原本先把两个门酸破坏 依旧无法整片拆除 搜救队决定把五个天地锁切割 一共破了七道锁 花了三十分钟把女童救出 妹妹 妹妹 去那边坐好好不好 我们去坐好 从事女童只有受到惊吓没有受伤 外优短暂出门却多次把一岁女童留在家 想必有了这次教训 下回恐怕再也不敢 记者牛洋城 吴欣罗文新北市报道 世新大学一位退休的教授 16号晚间在温州街的住家附近 喂流浪猫突然遭到了路人怒呛说 你要喂他 不如把他带回家养 而双方起了口角 没想到这名男子最后竟然回家找弟弟 一起痛欧蔡姓教授 现在被害人受伤送医已经提高 暗夜巷弄爆发争执 中年男子要骑车离开 却被拦下推了一把 路人看不下去 把动手男子放倒在地 没想到他竟回家撂来弟弟 痛欧单车骑士 而被打的骑士竟是世新大学的退休教授 在台上讲课春风话语 世新大学中文系的蔡姓退休教授 逃离满天下 同时也是爱猫人士 但没想到在家附近喂流浪猫 竟让自己被打到送医 虽然眼角伤势没有大碍 但蔡教授对此番遭遇 还是感到无奈 事发在16号晚间 台北市温州街巷弄内 当时蔡教授一如往常 喂食流浪猫 路过的陈兴男子 却突然呛瞎 说要喂他 不如把他带回家养 双方齐了争执 最后陈兴男子还料来弟弟 把教授打伤送医 前案一意伤害罪 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 现在他已经对动手的陈兴男子提告 毕竟喂猫出于善意 却惹来乱犬伺候 这番暴力一定要受到制裁 记者谢文强陈玉璇台北报道 我快速解释一下 我刚刚说没有那么惨 是因为我今天已经夜线了 不会惨到隔天还排我城报 这样太惨了 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像大家缺水 现在想不到有一个职业却因祸得福 因为干旱刺激了花朵盛开 反而现在蜜蜂是大丰收 带你来看 树林龙眼花大爆发 不少蜜蜂飞到花丛中心情采花蜜 小蜜蜂采完蜜飞回风场 老板使用烟熏器打开风箱采收 蜂巢满满花蜜大丰收 全台水情够急 但对蜂蜂来说却是小确幸 因为缺水花旗延长 蜂蜜可以采收好几次 琥珀色透明蜂蜜 使用网布过滤 每年从三月下旬 一直到清明节后 都是采蜜时期 今年收成量大约比去年多了两成左右 干旱刺激花朵盛开 龙眼蜜大丰收蜂蜜产量增加 蜂蜂也算因祸得福 记者亮兵韩志欣谢云珍 云林采访报道 晚安 您好 我是金云珍 欢迎您持续锁定中天新闻 今天晚上云珍的蜂蜂